美方执意通过并签署包含涉华消极内容的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该法案干涉中国内政 鼓噪美国对台军事支持 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将美国领导人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到实处 停止操弄台湾问题 停止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该法案渲染中国威胁 打压中国企业 限制中美正常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 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美方应当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为中美经贸等各领域合作创造良好环境 我们敦促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落实好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的重要成果和共识 不得实施上述法案涉华消极条款 如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 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中方采取坚决有力措施 中方采取坚决有力措施 中方采取坚决有力措施